看到平常被我们来宾骂到火星去的这个美国人啊 不知道是吃素呢 还是最近怎么佛星来着 虽然呢这个竟然是二手货 但是把他们还在服役的派里级的这个巡防舰啊 竟然用打一折都不用的超级便宜的价格 就要卖给我们呢 是怎么回事 这样不会很感心的吗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前副总统肖万长 现在正在美国访问 结果他就讲说 美国啊他决定在卖我们四艘 这个所谓的派里级的巡防舰 那大家都开始热烈的讨论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有打算跟美国买 根据国防部的规划是在103年跟104年的时候 要花55亿6千万跟美国买两艘二手的派里级巡防舰 55亿台币哦 对 55亿台币 55亿6千万呢 人家打算跟他买 那买完之后交舰给我们之后 我们预计可以用15年啊 那大家讲说 这个舰好像听起来还蛮熟悉的 你知道吗 因为当时美国其实在1970年的时候就研发这一款 因为他要取代诺克斯吉 结果到2006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厨艺 那其实台湾之前 美国也有授权我们可以做类似的舰 就我们自己做 对 我们后来做了八艘 就是所谓的成功舰 那一开始这个派里级舰 他在这个设计的时候 是在防空跟反潜上面 他是着重在性能上面 台湾一开始做这个舰的时候呢 是想说我以护卫船团为主 所以在武器上面 反潜的功能就稍微差了一点点 那现在美国讲说 我要卖你四艘 他在讲说美国你有这么好吗 我突然就送给你 因为以前要卖一定是别人的五六倍的价钱 三四倍的价钱 这个既然是你说两艘才55亿台币 大家都觉得说好像便宜了 原本一艘可能就要300多亿 是那其实对美国来讲 他不见得是完全他没有好处 因为像这种二手船舰 你说放在美国 他不用管理费嘛 他也要维修 他也要维护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他先省下很多钱的这种管理费 大概预估他最少省下4000万美金 那在4000万省下来之后呢 他在干嘛 因为他卖给你台湾 他要再重组武器系统什么 他要再装 他可以再卖你一次这些设备的钱 其他的设备再加卖就对了 对所以基本上来讲 美国也不是说真的他没有赚头 你懂我意思吗 还是有赚就是了 但是像这种 比如说他在军售给你 比如说你说像以前我们买的时候买贵了 或者是他要卖武器给我们 第一个抗疫的 已经是中国大陆 这是中国大陆一听到说美国又要在卖 马上又跳出来 他讲说一个中国的原则 什么美中台关系又拿出来讲 所以他讲他的 我们该不该买 大家就看国防部长的态度 对好严明就讲 严明讲说基本上 我们如果在买这个军购的部分 还是希望能够以自制为主 你买进来之后 我们基本上要有能够生产的能力 因为你后面维修才方便 买了一次买断 后面挂了就完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人家现在愿意再卖给你 你没有预算怎么办 那他也没有把话讲死 他就讲说 那在这个过度的期间 我们当时还是以能够 如果能够买的话 当然就是买了 我真的觉得这个钱会不会太低 我们今天特别平常 你看笑诚哥把美国人 骂到火星去 是什么样情况 现在你看 用这么便宜的价格卖 还要被中国骂 这样子你还要这样 美国人还是坏透 还是坏透了 当然是坏透了 怎么啦 股数亿多的话 难道不是钱吗 你今天卖的是 我们台湾 难道变成你们的 二手货的资源回收中心吗 你们要省管理费 就丢到我们这边来 但我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在里 这样也不行 军舰不是一艘船壳给你就没事了 上面还有武器呢 武器呢 那战舰系统呢 有没有呢 这个是我要提出质疑的地方 国防部都在听好 台湾不是一个废物的处理中心 帮美国处理废物的处理中心 想清楚 所以到这样 对他来说还是不满意 所以要不要补抽 我们就来问笑诚哥 特别是这一次 这样子卖给我们这个船舰 当然中国大陆呢 也是大声的一个抗议 所以我们说呢 中国大陆这一系列呢 其实也是要跟美国这个对抗 他们自己的军武设施呢 也是不断的在提升当中 我们节目也谈过很多次 现在我们曾经呢 讲过他们自制的这个呢 力荐的这种 无人的这种飞行器啊 大型的逆踪的 据说传说中 是非已经成功了 当然也要请笑语哥来补充 是不是代表先前质疑的 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问题 解决了吗 对我们先回答刚刚第一个问题 真的要回答 你就是派这个船舰 你要回答笑诚哥 笑诚哥吗 也是 因为其实你说美国那个坏透了 为什么这次看起来突然要当 这个圣诞老公公这么好 掏出那么多的这个鸭箱宝 卖给我们又那么便宜 修修阿伯 对不对 因为你看 其实因为后来美国的这个派理级 他们在他们国家 整个角色改变了 你看他最前面这个 这个我们有一个防空飞弹这个位置 他把它拆掉 装一个快炮 未来你买的时候 你要把它复原成有防空飞弹 那另外 这个 这边这个位置的方针快炮 非常的贵 他那个方针快炮的那个价钱 相当于你知道吗 我们那个时候买的那个四艘 既得级驱逐舰 一艘是当时造价10% 另外三艘是造价5% 因为大家杀价杀了 最后胜了一笔钱 胜了一笔钱 剩下的军购结余款 就买了一个像我们现在这个上面 后面装的这个叫Model 2的 方针快炮 那这个方针快炮 一门的售价 就等于当时两艘 那个既得级军舰的售价 一门炮比两艘船 全部加起来还贵 还差不多价钱 还这么贵 对 但是呢美国这次如果给 所以我们就变成说 因为现在确定以后 那海军的话 一定要跟人家争取一个 很好的那个 对我方 或说能够会我双方的这个条约 就是首先 当然啦 他们一定要赚这个钱嘛 美国一定要赚这个 把这个防空飞弹 这个系统装回去 就因为现在我们买了就没有 所以要再装回来 所以要买 对那另外呢 其他的部分 其他部分当然你就按照现在 比如说美国这个军舰出售了 用10%的售价出售 那另外那整个package里面 其实还很重要的是 他的那个反潜的这个战系 因为我们当初就像 刚刚任俊所说的 当初他卖给我们的时候 跟美国自己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部分来讲 差别最大 他们是用一个叫做 SQQ89的这个反潜的作战系统 搭配上直升机 他船身的这个声纳 还有船尾有一个叫做 被动拖曳声纳 这整个东西这一整套加起来 由一个叫SQQ89的反潜战系 做一个综合整理 它的性能才能够比得上 我们即将要太除的 那个就是寄阳机 也就是美智的 诺克斯级的巡航舰 要不然的话 你即便这几条船弄进来 我们刚刚讲的 最关键的 SQQ89没有 然后被动拖曳声纳没有 然后反潜直升机的 那个性能提升的部分 没有的话 还是没有用 还是没有用 但其实如果单价 价格来说的话 也有算便宜的 的确蛮便宜 因为美国他现在这种 对于他的 厨艺军品的处理方式来说 他出售 大概都是按照他原先 当初的售价10% 如果你能够谈得好 例如 像我们那时候买的 那个四艘 记得级驱逐舰 因为国内反弹声音太大 美方反正也说 这四艘船摆在那边 那就再低一点 就对 所以他们就一艘10% 三艘5% 啊 燙燙啊呗